好 像我们看第五题 这是咱们住快一三年考的一个综合体 这个体的话比较长 比较经典 但是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一下 2001年9月8号 假公司跟乙公司定了合同 以买台三收的价格 购买20台货车 这块买的是机动车 这是特殊动产 双方约定 假公司应当在乙公司交货后 半年内付清全部货款 在这块是有一个先发货后付款 有先后旅行顺序 他可以考到不安康判权 或者考先旅行康判权 同时以假公司通过划播方式 取得的某国有经理的使用权 来提供抵押担保 这是要合同标的的话 是总共600万 他拿这个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 但是这块土地 是通过划播方式来取得的土地 双方搬离了抵押登记 因为以这个土地使用权 设定抵押的时候 这时候必须登记 这个抵押权是登记之旗 设立的 他10月12号 以公司交付了20台货车 然后次日呢 嘉义双方办理了 货车所有权登记 然后看到这的时候 把基本的关系交搞清 我们看一下呢 嘉义之间 他签订的是买卖合同 你至少消分清 谁是买方 谁是卖方 这个假的话呢 他是买方 你是卖方 总共是 这个货车的话呢 总共是20辆货车 每台的话呢 是30万 实际标的的话 600万 这个标的的话 跟什么有关系呢 如果他考到定金 考定金的话呢 不能超过20% 这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他告诉你20辆货车 如果标的 为数物的时候 也可以考到什么呢 如果其中某一台货车 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呢 只能就盖物 来解决合同 除非说 一辆货车有问题 这是别的货车 也不能正常使用 除非明确告诉你 这一点 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全部二台货车 来解决合同 然后谈到支付货款 支付货款就是 甲乡乙 支付货款 所以甲的话是债物人 乙的话是债权人 然后甲拿这块土地 设定了是抵押 但是问题是呢 这块土地 它是化波 无常化波取得的土地 它设定抵押 马上想到 那么这块土地将来 在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盯住什么 他这个排卖价款 首先需要减掉土地创金 先减土地创金 这点效果清楚 这个抵押登记的时间 是2001年的 这个9月8号 这是自登记直起 这个设立的 然后再聚看 稍后买卖货车的时候 他告诉你交付的时间 是10月12号 这个交付了货车 然后 做登记的时间 因为车的话 机动车有一个 这个登记 登记的话是次日 13号的话呢 办理了登记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顺序要判断呢 在那买方的角度 它何时取得 这个车的所有权 这块买卖的是动产 就算特殊动产 也叫动产 所以这个动产的所有权 何时转移呢 它是自交付之起 取得这个车的所有权 登记不登记 不影响所有权的转移 没有登记的话呢 它只是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也是通过这个自然盾 把相关的信息 就要搞清楚 然后据看 到2011年10月份 甲公司 在一个设定抵押的土地上 开始建造办公楼 然后12年6月份 才建成 所以这块考的什么呢 当时 它抵押的时候 是拿这块土地 设定的抵押 然后抵押登记之后 在上面开始 这个合法建造 这个办公楼 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呢 在那甲公司的角度 它何时取得 办公楼的所有权 合法建造 这是事实行为 是从建厂制起 就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从12年6月份 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就是所有权 归税所有 第二问题 站在抵押权人的角度 它对这个新增的 这个房屋 需要抵押权吗 因为它拿土地 设定的抵押 抵押登记之后 土地上新增的房屋 这个不属于抵押财产 但是拍卖的时候呢 它只能一块拍卖 但是抵押权人对房屋的排卖价款 并不享有优先收藏的权 据许看 到12年8月份 甲公司也该帮我老做抵押 从丙银行的话 贷款300万元 期限是6个月 甲饼双方 帮来了抵押登记 那么看到这的话 这个事就没这么简单了 你把当时的关系 需要搞清楚 首先这块土地呢 这属于 抵押两次了 首先 这个甲的话 将这块土地 它是抵押给谁呢 先抵押给乙公司 因为当时的 这个合同价款是600万 它这个抵押登记的时间 是2001年的 这个9月8号 就是拿这块土地 先抵押给这个乙 然后到了 2012年的 这个8月份 然后甲的话呢 又向丙借钱 借300万 他拿这个 办公楼 设定抵押 注意这个楼 是什么建成的呢 它是2012年的6月份 这个楼的话建成 到8月份 在抵押个饼的时候 站在饼的角度 你需要搞清 饼的话 对这个楼 对这个地 都享有抵押权 但是乙的话呢 对办公楼的这个部分 他是不享有抵押权 让我们看一下 假设那甲 到期不还你的钱 也不还饼的钱 最终的话 说这个办公楼 要拍卖 拍卖题目最后的 告诉你 总共卖的是1200万 但是这块土地本身 还有什么事呢 因为这块土地是 无常化波 确得的土地 土地的话 无常化波的 所以这时候需要 先交什么的 交土地创金 土地创金的话 题目告诉你 需要交650万的 这个土地创金 先向政府 交土地创金 那么剩下的话呢 他也剩了550万 直接到这个 乙根饼 对这个550万 需要给谁 给谁的话 大家注意 需要包括两块 550万的话呢 第一块是房子本身 房子本身的话 谁对这个房子 要抵押权呢 只有饼 对房子 要抵押权 乙的话 跟他有关系吗 没有 所以这个房子本身 题目告诉你 房子是卖的350万 所以这个350万 一单归税所有 一单归饼所有 跟乙的话没关系 这是房子本身 然后看一下 剩下还多少钱 剩下的话呢 还有200万 那么这个200万的话呢 是那个地的钱 那个地的话 因为交政府 是650万创金 还剩200万 这200万归水呢 因为这是 同一块土地 它是分别抵押的 乙跟饼 都得登记 就按照登记的 先后顺序来清查 所以这200万的话 乙是优先有饼 这是土地本身的话 就剩200万了 所以200万归水呢 因为乙的话 抵押登记在先 这200万的话 给乙就可以 这是关于 这个总共这个房跟地 一共卖的是 1200万 怎么去分呢 先向政府交创金 650万 然后剩下550万 房子本身 要只有饼 先要抵押全 给饼 剩下地的话 200万 200万以 优先于饼 所以这是 为什么咱们上课 一直喜欢画图呢 并不是老师喜欢画图 而是你考试过程中的 如果你把这图画清楚了 你把当时的关系 搞清楚了 那这时候就能准确的知道 怎么回事 因为他光进攻考点都知道 关键是呢 到底谁在先 谁在后 所以你自己必须平时 在练习的时候 就养成这个好习惯 你需要自己也会画图 盯住他的关系 时间的问题 好继续看 到12年 12月26号 甲公司 甲二台货车 要出资给 定公司 每台月租金呢 是 1万块钱 租73年 但甲定双方 未签订书面合同 那么看到这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甲跟丁之间 这签的是租赁合同 丁是成都人 租期的话几年呢 租期是三年 首先 这个货车 货车的话 跟抵押有关系吗 他设定担保了吗 这个没有 好 看一下 甲是出都人 但是问题是 只要租期 大约等于6个月的话 他是必须采取 书面形式 如果未采取书面形式的 租赁合同 还是有效 但是如果租期的话呢 就要视为不定期 既然是不定期租赁 这个意味着什么 不定期租赁 不管是出都人 还是成都人 都可以随时 解除租赁合同 随时解除 所以这点搞清楚 所以他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 这是不定期租赁 但如果出都人 出都人的话 解除的时候 需要给对方必要的 准备时间 然后因为资金周朕困难 这个甲公司 于12年10月10号 以每天20岁的价格 加20台货车 又卖给物公司 他是先出租 出租之后呢 甲匠这个货车 又卖给物公司 这块考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货车 跟抵押没关系 他只是呢 这个先出租 事后转让 先租后卖 马上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在卖车的时候 站在成顿的角度 他是否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个享有吗 这会你要再说错了 可没法原谅了 是不是想优先权 咱们前面说过 只有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的话呢 这个乘坐人在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块是车 所以不享有优先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个丁能否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因为他毕竟是先出租 事后转让 因此这种情况下呢 原租赁合同 在有效期限定 对这个社长人 继续有效 他可以主张买卖不破租赁 但是问题是 这个破租赁合同本身呢 他是不定期租赁 在这种情况下 物的话作为新的 这个出租人 又物变成新的出租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物作为新的出租人 他可以随时 主张解除合同 但需要给对方 必要的准备时间 大家去看 物公司刷上货帐之后 通知丁公司 向自己缴纳租赁 这会儿没问题 因为物是变成新的出租人了 要求成租人向自己 缴纳租赁 丁公司则主张 说物公司并非出租人 无权向自己收取赌金 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 所以这个因为 这物公司作为新的出租人 他是有权向盯 收取赌金 然而假公司 还喜欢了其优先购买权 应承担 这个相应责任 因为这是 货车的足利 这个承租人 是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然后物公司 催收自己无果 于是通知丁公司 解除租赁合同 要求他立刻 交回货车 立刻交回行吗 你是新的出租人 没错 但是呢 尽管你可以随时解除 但需要给对方必要的 准备时间 让人家三秒钟之内 交回货车 这是不行的 然后假公司 未按照期 他未按期 向乙公司 支付购车款 乙公司的话呢 于是提起诉讼 并主张实现 抵押权 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假公司 以设定抵押的 这个建设应用权使用权 连同地上的办公楼 共拍卖价款是 1200万 其中办公楼对应的价款 是350万 但是土地管理部门 提出 定当 从拍卖价款中 优先补交 650万的这个土地创金 这个没问题 因为当时是无上化锅的 他首先需要向 香港部门交 土地创金 然后丙银行 则主张 对拍卖价款中 办公楼的对应价款 向有优先 收藏权 那么这个主张是成立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抵押给乙公司的时候 当时是光秃秃的土地 他抵押登记之后 后建的房屋 他60份建成 80份 再抵押给这个丙银行 所以这个丙银行 对房屋的 对办公楼的 对用价款 的确想有优先 受优先的权利 然后这个题 具体的要求 跟答案 大家自己去看 那前面该分析的 都分析过了 这是关于这个第五题 好下我们看一下了 关于这个第六题 第六题的话 是祝贯14年 考了一个综合题 但这个题的话呢 是更经典 也非常重要 今年如果再考第二遍 我指的是相关的考点 考第二遍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他说07年11月份 A公司向B银行 借款2000万元 期限是两年 A公司将你所有的移动房屋 作为抵押 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 你看到这的话 如果想画图 A向B的话 借2000万 这个期限两年 这个期限的话 有什么用处呢 对借款合同来说 期限 双方签合同 对合适支付租金 对合适支付利息 双方没有约定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如果根据总员 都不能确定 那这时候要看一下 这个租期 大约到一年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就是每借满一年时 支付一次 这个利息的支付期限 好 向我们继续看 说A的话呢 拿这个房屋 他设定了 这个抵押 他抵押的时间 是2007年的 这个11月份 就到办理了登记 这是抵押权 是设立了 这是先抵押 但这个房子的后边 就折腾热闹了 除了先抵押 后边还有一个 出租的问题 继续看 到08年1月份 这个A公司跟C公司 签订说面合同 将该房屋出租给C公司 租期的话是5年 月租金是5万块钱 每年1月底之前 付清当年的租金 在这时候把关系搞清 A的话呢 将房子出租给C C的话是成都人 这个租期的话 是从2008年的1月份 往15年 截止到2013年的这个1月份 但这个房子 大家搞清楚 他前面的话呢 是在这个07年的10月份 他已经抵押了 他抵押个B银行 然后事后的话 再出租 把这个关系搞定之后 你马上想到什么了 他是先抵押 后出租 当抵押权 实现后 该租赁合同 对那个受让人 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他是先抵押后出租 所以不能主张买卖不破租赁 又当时借款期限两年 两年的话 接着到什么时间呢 接着到09年的 这个10月份 尽管这个租期没到 但是因为抵押在先 所以这个该租赁合同 对那个受让人 不具有约束力 然后再看租期五年 意味着什么呢 五年的话 马上想到 因为只要讲租赁合同 盯住三个数字 第一个呢 租期是不能超过20年 否则超过部分 无效 然后第二个数字呢 这是六个月 如果租期 大约等于六个月的话 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否则就视为不定期 租赁 然后第三 租期的话呢 找到分界限时一年 就合适之后租金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习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习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还不能确定的时候呢 因为他租期一年以上 每今晚一年时 支付一次 这是关于这个租赁合同 咱们上课的话 可以讲这么多 你平时考试的时候 可别浮相连篇 继续往下看 到09年月份 经A公司统一 C公司跟D公司 定理书面合同 将该房屋转租给D公司 这是转租的问题 转租的话 必须经过初诺人统一 或者经过统一了 转租给D公司 这个租期的话呢 四年 月租金是八万 根据约定 说D公司的租金缴付方式为 每年月底之前 向C公司交付三万 向A公司的话 交付五万块钱 但合同签论之后 D公司除向C公司 缴付了三万元租金之外 一直外向A公司缴付 C公司 也没有向A公司缴付 09年的租金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把关系搞清 首先A的话呢 将房子出租给C C是成都人 A的话是出租人 当时每月租金是五万 然后他经过出租人 统一了 经过统一之后呢 这个C将房屋的话 转租给这个D 这个每年租金的话 是这个八万 他那支付租金的时候呢 这个C对二房东 他是赚三万 但是问题是呢 他这个整个八万的租金 他这三万怎么赚的呢 他非常简单 他指的是呢 这个D D的话向C 先支付三万 我赚的钱你给我 然后那五万块钱呢 是D的话向A 支付这个五万 但是题目告诉你 第一年 这在09年 09年的话 有后面问到 09年的租金 他说09年 D向C的话 把这三万支付 D的话 并没有向A 支付这个五万的租金 D没向A支付 C的话 也没有向A 来支付这个租金 最终的话 09年的租金 A找谁要呢 这效果清 因为这个转租的时候 这块讲 那个合同相对性原理 尽管经过同意了 但是呢 远渡令合同 继续有效 A跟D直接 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吗 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可是后边如果D D的话将房子 给使坏了 谁向A承担 不约责任呢 是由这个成都人 由C向A承担 不约责任 谈到支付赌金的时候 A的话 无权 要求D 支付赌金 因为他们俩 并不存在直接的 这个合同关系 人家把钱给你 好说 人家不给你的话 A向D 主张无约责任 这个不行 由他们俩并没有 直接的 这个合同关系 所以这点大家就搞清 然后再继续看 后来 A公司 无力清偿 对B行的借款 经用B行统一 A公司 于09年年底 跟E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以这个2000万的市场价格 将房屋 出售给E公司 并约定 10年1月初 帮你过户登记所需 因为当时 A的话 欠B的钱 欠的是2000万 这个借款的期间的话呢 是从07年的10月份 到09年的10月份 期间两年 到两年借完之后 A的债务人的话 到期不还钱 因此双方事后写上 将这个房屋的话呢 这个拍卖变卖 这个变卖的时候 变卖的话 A准备将房子的话 他卖给E公司 这是可以 事后 他变卖可以 这个卖给E公司的话 他准备呢 是这个2000年的年初 到1月初的话呢 办理这个过户登记手续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房子 A的话已经 先出租给这个C C又转租给这个D了 这是先抵押 事后的话 在出租 出租之后 然后时间抵押权 在卖的时候 在卖个E的时候 需要搞清 这个承租人 他是不是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是第一个判断 这个享有呢 这是房屋租赁 承租人是享有 优先购买权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承租人 他能不能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由这个租赁合同 到13年 到13年的话呢 才到期 但由于是 先抵押 后出租 因此远租人合同 他就不能对这个 受燃主张 买卖不破独立 然后继续看一下 说到这10年的1月1号 这个D公司 也违反约定 使用房屋 引发火灾 造成房屋损失 100万 然后对这个损失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到底 跟什么有关系 首先 是A的话 将房子出租给C C的话呢 经过统一 要转租给D D做新的那个成都人 他呢 违反了约定 使用房屋 如果成都人 故意按照合同的约定 或者呢 没有按照租赁物的性质 来使用租赁物 保证租赁物的话呢 发生灰色便失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C C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他可以提出 这个解除合同 让他赔偿 这个损失 C公司为此解除了 跟D公司的转租合同 并收回这个房屋 到1月5号 C公司 对应火灾造成的房屋损失 向A公司赔偿 100万元 那么这个赔偿 谁向谁赔呢 因为AC之间 原租赁物合同是具有效的 所以这个C向A赔 这个没问题 是由这个原称都人C C向A赔偿100万 这个没问题 当然问题在什么地方 对这个赔偿的这个100万 这个房屋还抵押个谁了呢 还抵押个B了 B是抵押全人 他对这个保险金 赔偿金 补偿金 想有优先授权的权利 这块考的事 雇上代位性 然后据看 A公司和E公司 于10年1月6号 1月办理了房屋 过后手续 然后E公司 要求C公司 腾退房屋 C公司 以买卖不破租赁为有 表示拒绝 然后这里有成立吗 要求它是先抵押 后出租 原租赁合同 对受让人 不具有约束力 因为它不能主张 买卖不破租赁 然后次日 C公司竟然向A公司主张 说A公司 在未告知 其方出售指示 侵害了自己的 优先购买权 因为呢 A将房子 的确是先出赌给C C的话是成都人 事后再卖给E的时候 他应当呢 需要通知 这个成都人 如果没有通知的时候 没通知的话 这么做不对 不对的话呢 但是呢 这个C提出什么呢 提出AE之间的 这个买卖合同 因此无效 对不对 说就他没有通知 成都人主张 说出租人跟第三人之间 房买合同 无效的 这个人民法院 是不予支持 但是哪个支持呢 没有通知 给成都人造成损失的 有出租人向成都人 赔偿损失 这个可以 然后还主张什么呢 说E公司 并未取得 房屋的所有权 这个不对 由于E公司 A将房子 卖给E的时候 这是法律行为 房屋买卖 双方 1月6号的话 1月办理了 这个房屋过货手续 E的话 自登记之起 就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E他取得所有权了 AE之间 这个合同 是有效的 只不过是 A没有通知 A向C的话 赔偿这个损失 就可以 然后继续看 说E公司发现 房屋受损 进了A公司协商 E公司 在支付房屋 价款时 扣除了这个100万 当然说2000万 当然房子有问题 扣了这100万 这家A公司支付了1900万 然后A公司呢 将这个当时变卖价款 1900万 支付给抵押权人 B银行 但是B银行则认为 其对A公司 因房屋受损而获得的 100万的这个赔偿款 也享有 优先收藏权 这个主张是成立的 这是物上代位性 因为在担保期间 这个抵押物 发生毁损灭失 或者被征收等 抵押权人 对保险金赔偿金 或者补偿金 相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和此外呢 A公司跟E公司 均认为 欠缴的09年 全年度金 现在要自己来收取 到底谁收取度金呢 A跟E的话 都主张 这个 还有个09年的度金 到底归税所有 由站在E公司的角度 它是何时 取得房屋授权的 它是2000年的1月6号 取得 有这个题没说 这何时交付 交付的话 你注意一下 它是先交付吗 因为这个房子的话 在C手里边 所以这块也没说 提前交付 如果交付的话呢 这个自息 则交付是转移 但是呢 这个09年 跟E公司的话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租金的话 租金的话 也自交付之旗 它在取得 这个自息 所以这种情况下 09年的租金 肯定是由 A公司来收取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A找谁 去要租金呢 找这个C公司 去要租金就可以 因为尽管 尽管同意转租 在AC之间 远租赁合同 是继续有效的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题 关系比较复杂 但是考试过程中呢 毕竟你答一个题的时间 可能20多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 说整个题 如果并没有完全 特别看懂 这个也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这个题目的要求 给打出来 你的任务是 完成所有的要求 香港第一问 说C公司 关于A公司 跟E公司之间 房门卖合同 无效的主张 是否成立 并说不了 首先判断呢 AE之间 这个合同啊 说C主张 合同无效的主张 成立吗 这块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 心里明白了 因为AE的话 将房子先出租给C C是成都人 说10号卖给E的时候 他没有通知C 这么做不对 然后C主张 AE之间 这个合同无效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 再看这个第二问 说C公司能否 以买卖不过租赁为有 拒绝E公司 腾退房子的要求 这块考的是什么 他是先抵押 再出租 在这种情况下 远租赁合同 对受伤人 不具有运输力 他是不能主张 买卖不过租赁 然后第三问 C公司的社会有权 解除跟D公司之间的 租赁合同 因为C将房子 转租给D 但是D的话 出什么事了 未按照合同约定 或者按照租赁的性质 来使用租赁物 到当租赁物 发生挥赁别失的 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提出 解除合同 并要求赔偿损失 然后第四问 C公司是否有义务 就有房屋毁损 向A公司赔上100万 因为这块考的是 A将房子 先出租给C C的话再转租个D 第一个出问题 他说C向A赔偿 转租的话呢 说这个 当第三方出问题的时候 还是有乘租人 有乘租人的话呢 向出租人承担 赔偿责任 因此有义务 向A公司赔偿 第五问 说B银行关系期 对A公司获得的 100万赔偿款 相有有限出版权的主张 是否成立 这块考误上代问信 然后第六问呢 是A公司还是E公司 有限主张 欠缴的09年全年的房租 应当是A公司 他是有权主张 然后应当向C公司 还是B公司 来主张赌进呢 是向C公司 来主张赌进 这是关于这个题目 具体要求 然后看答案的时候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对这个第一问 第一问呢 说这个C公司 他什么主张呢 主张A公司 跟E公司的合同 无效的主张 是否成立 那么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简化些 说C公司的主张 不成立 他具体什么主张 你不用给他说全了 就C公司的主张 不成立 就可以 这第一步 做出明确的判断 然后第二步是引述条文 过度语言 四个字 根据规定 引述条文的时候 最好是引述 法律原文 这法律原文的话呢 说出租人 出卖租赁房屋室 未在合理期间内 通知成都人 或者存在其他 陷害成都人 有限购买权的情形 成都人请求 出租人承担 配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也以支持 但请求确认 出租人第三证签订的 访买合同不效的 人民法院不以支持 这条文你让我 完全背下来 我也记不住 但是问题是呢 考试过程中 如果你原文背的 特别清楚 最好引述原文 但如果原文 真的不清楚 你原文根本没背过 那这时候也可以呢 做一个具体分析 我们看一下 当时我们写轻易的时候 给答案 是三步走 第一步判断 第二步引述条文 第三步做具体分析 说在本题中 C公司关于AE之间 法院买卖核的 无效的主张 不成立 三步走 但是呢 中作协给答案的时候 官方给答案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根据规定 这个出租人 侵害成都人的 优先购买权的 成都人 不得主张 出租人第三证定买卖核的 无效 他只能请求出租人 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你这么说的话 照样是给分的 他这个并不是 那个司法解释的 一个原文 他如果侵害了 预先购买权 出租人 他如果主张 那个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或者是不能主张 这个合同无效 所以这么写的话 照样是给分的 所以你通过这个例子 可以发现 我们写轻易的话 为什么要写这么全呢 因为他是 我们引述的是 司法解释的原文 这样学生的话 能知道正规的说法 是什么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 第一个没时间 第二个 也不可能记得特别全 所以可以适当的 这个变通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呢 多少学点 如果变通的时候 该怎么去变 你不能说都被原文 原文的话太多了 所以这时候 这是官方给的答案 然后再看项了 像这个第三问 第三问呢 说C公司 能够解除个D公司的 租人合同 清一的时候 我们是三步走 最后呢 中主写给答案的时候 说根据规定 成都人 为按照合同约定的方法 使用租赁物 这是租赁物受到损失的时候 出赁物人可以解除合同 这么写的话 照样是给分的 所以这或者这块是官方答案 他照样给分 所以这时候呢 你这些条文 需要过一下脑子 这是关于这个第六题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七题 这个题的话呢 是咱们筑块去年 考的那个综合体 在14年3月5号 机庄生产商 甲公司 向乙公司出售 机庄20台 每台20万 然后乙公司 因为资金周长困难 准备向丙银行贷款 400万 并跟甲公司约定 说仅在乙公司的 400万银行借款 于这个14年6月2号前 到当时 该机庄买卖合同 才生效 那看到这的话 这个考的是呢 这个假业之间 他签掉了一个 400万的 一个买卖合同 双方签合同是 2014年的 3月5号 签合同 他说他负一个什么条件呢 负生效条件 他说如果6月2号之前 银行贷款到账了 这个合同得生效 负生效条件 那么这个合同 何时成立呢 成立的话是3月5号 成立 只有这个条件成就的时候 这个合同才生效 然后去看 到14年4月2号 乙公司跟别银行 签定借款合同 并以其自有房屋一套 为别银行 设定抵押 然后双方签定了 书面抵押合同 但是未办理 抵押登记 你看到这的话呢 这考的是 以这个公司 向别银行 他借400万 以是债务人 别银行的话 是债权人 他拿自己的房屋 设定了抵押 他双方 是14年的 4月2号 双方签定了 这个书面抵押合同 但是没有办理 这个抵押登记 那不动产 他做抵押 这个没有办理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这个丙这个银行 他的抵押权设立了吗 抵押权是没有设立的 然后第二个判断 这个抵押合同 生效了吗 即使没有办理登记 不影响 这个抵押合同的效率 合同的话 是4月2号 成立并生效 系列都明白了 条是怎么去引述 然后继续看 他直到6月16号 这个乙公司 是获得丙银行 发放的三个短期 贷款400万 但是双方签这个买卖合同的时候 他约定什么呢 是6月2号之前 如果取到贷款 才生效 但是呢 他这个破贷款 是6月17号 才到达 说明什么呢 付生效条件的合同 这个条件 没有成就 这是付生效期限 还是付生效条件 这是付条件 要条件的话呢 他有可能成立 有可能不成立 那这是付生效条件 条件没有成就 因此这个合同 并没有生效 然后到6月17号 以公司请求假公司 履行 计划买卖合同 假公司的话 以合同为生效为有 这个拒绝 这么做是对的 因为付生效条件 条件没有成就 合同没有生效 为生效的话呢 这个假公司 拒绝支付 这个基础 没问题 然后14年5月20号 假公司跟定公司 签订买卖合同 双方约定 假公司向定公司 戳上基础五台 每台21万 然后假公司应当于 14年7月11号之前 交付基础 交付基础的同时 定的话呢 是支付货款 看到这的话 这考的是 这个假跟定之间 他签定的是 基础买卖合同 当时假卖个已的时候 每台是20万 卖个定的话是21万 双方签合同 是这个2014年的 这个5月20号 签的合同 然后看一下呢 这个双方约定 这个交货时间 是2014年的 这个7月11号 交货 而且双方约定什么呢 交货的同时付款 那么这俩字 双方签合同 他约定了什么呢 约定同时旅行 这是同一个 双五合同 约定同时旅行 那这就考到 同时旅行 comment权 你到期 到期的话不给我钱 我就可以拒绝交货 然后6月20号 这个定公司 跟乙公司 要签调买卖合同 将 你从假公司 购入的五台机床 以每台22万的价格 转输给乙公司 双方约定呢 是7月12号 交货付款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题的话 你把关系搞清楚 首先呢 这个假 一开始的话 准备将这个机床 卖个乙公司 每台是20万 但是他付了一个生效条件 条件的话 最后没有成立 最后合同是没有生效 合同没生效 然后假的话呢 将这个机床 要卖个定 每台的话是21万 说好的是交货时间 是7月11号 交货就可以 然后定 为什么从假手里 想买机床呢 定的话呢 将这个机床 他准备呢 转手再卖个乙 然后每台22万 总共是5台 一台赚1万 赚5万块钱 总共的标的的话 是110万 他准备是7月12号 这个交负 说好的是假向钉 7月11号交负 钉的话是7月12号 向你交负 这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 然后6月5号 假公司的债权人物公司 要求去清查 到期债务100万 假欠物100万 于是假公司 将其对定公司的合同债权 让于物公司 约底债 并通知了定公司 定公司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假跟钉之间 他签这个买卖合同 谁是债务人 谁是债权人呢 你看哪个环节 谈到交货环节 交货环节的话呢 这个假向钉 这个交货 假是债务人 钉是债权人 然后谈到支付货款呢 是钉向假 支付货款 钉的话是债务人 钉是债权人 所以假的话 将这个对钉 将对钉的债权 他是转让给这个物公司 这块考的是什么呢 是债权人 他转让债权 转让债权的时候 只需要呢 通知债务人 就可以 只需要通知债务人 所以他通知钉公司了 钉公司表示反对 反对有效吗 那么这个债权转让 对债务人 何时发生效率呢 就是通知 通知了 对债务人就发生效率 不需要经过钉 统一 然后7月11号 假公司 预向钉公司交付基础 同时要求钉公司 将货款支付给物公司 本来说好的是7月11号 是同时旅行 但是钉公司呢 他拒绝向物公司 这个付款 既然你拒绝付款 这个假公司 于是停止交付基础 说明什么 他行使的是同时旅行 看门权 这么多没问题 7月12号 债公司请就定公司 交付基础 因为钉的话 将这基础 还卖给债公司 说好的是7月12号 这个交付 要定公司 他跟假那块搞崩了 钉的话无贺可交 7月20号 债公司另行购买基础 供给花费120万 因为站在债的角度 他说钉的话 将机床卖给债 当时是每次22万 他说总价款是110万 但是钉的话呢 他这个时候 这个违约了 到期的话 没货可交 于是债没办法 从边手里买 买的话也是舞台 现在花了120万 这个多的这个10万 叫什么 因为我定公司违约 给债造成损失 损失的话是10万 于是7月28号 这个债公司 请就定公司 赔偿 其另行购买基础 多花费的10万 让他承担 这个违约责任 赔偿损失 这个没问题 因为站在钉的角度 不论是他自己的原因 还是第三人的原因 造成违约的 都需要承担 违约责任 然后9月16号 乙公司 无法偿还 丙银行到其货管 丙银行 要求实现 在乙公司房屋上 设定的抵押权 当时拿房屋设定 抵押的时候 双方只是签了 书面的抵押合同 办理登记了吗 他并没办理抵押登记 因此这时候 他是不能行使 这个抵押权 你无权行使 这个抵押权 但是抵押合同 是生效 好 下面我看题目要求 这个第一问 说贾公司受有义务 向乙公司交付基础 因为贾义之间 他现在是付 生效条件的合同 条件没有成就 合同并没有生效 所以贾公司 没有义务 向乙公司交付基础 然后第二问 乙公司跟丙下之间的 这个抵押合同 是否有效 就算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率 抵押合同呢 是成立并生效 合同是有效 然后第三问 说定公司 反对贾公司 将债权转让物公司 该债权转让 是否有效呢 因为根据 合同法的规定 当债权转让债权的时候 只需要通知债务人 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统一 所以这个债权转让 自通知之起 对债务人 就发生效率 他反对 反对的话呢 这个债权转让 照样是有效的 然后第四问 定公司拒绝向物公司付款 假公司是否有权 停止向丁公司交付机床 假公司呢 它行使的是 同时旅行看门权 拒绝支付机床 没问题 再按第五问 说已公司 收有权请求定公司赔偿 其另性购买机床 多花费的十万 因为这个 定公司的话违约 违约的话呢 让他赔偿损失 这是可以 然后第六问 说丙银行 要求实现抵押权的主张 能否得到支持 并顺利 因为拿这个 房屋设定抵押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你登记 抵押权并没有设立 因此无权 就房屋的话呢 来主张抵押权 这去年的考题 这个题目本身的话 实际比较简单 这个题要17分 对抗上来说呢 应当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你把当时的关系搞清 这是一方面 关键是什么呢 你心里明白的考点 这个考点的话 把条文能不能说清楚 如果条文不会 那么怎么做具体分析 把关键词要说清楚 这是前面讲第七题 好 下我们看一下第八题 也是去年 去年筑快考了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的话 相对来说呢 是最近几年里边 是最容易的一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 基本上都在考 租赁合同 房屋租赁 我们看这题目 说甲将其位于某住宅楼 顶层的一套筑房 出多亿 租期的话是两年 还是这个租期 租期的话 马上想到呢 如果是大于等于 六个月的话 是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然后第二个的话 租期跟什么有关系呢 何时支付租金 如果租期是两个月 还是两年 它分级线的话是一年 然后月租金是九千 但是并没有约定 租金的这种方式 如果没有约定 怎么去处理 没约定的话 双方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根据合同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还不能确定的时候 要看呢 这个租期 租期一年以上的时候 每届满一年时 支付一次 然后剩下期间 不够一年 到期一并支付 他书面租赁合同 签定当日 签了一个书面的合同 说明这块没问题 他口头的话就不行 书面合同 签定当天呢 以向甲支付了一年的租金 那么这个租金 尽管没有约定 他是先支付了一年的租金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第一年的租金 他这块已经支付了 然后后边他问你 说到第十三个月的时候 这个能不能 让他再支付租金 这行不行 因为这个第一年 整个租期两年 第一年的话 我先付了 第一年肯定谈不上 要租金了 然后这个第十三个月的时候 他让这个成都人 说你还是先给我交 租金 这行不行 但他没有约定 没约定的话 应当怎么处理呢 应当是 每借满一年时 支付一次 因为第一年 我交过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到第二年借满的时候 我再支付就可以 所以第十三个月呢 他是无权 让成都人支付租金 因为如果没预付 这个没预付的话 怎么去处理呢 我是先住满一年 每借满一年时 支付一次 我先预付了 第一年不用管 然后第二年的租金呢 应该是 到二十四个月 二十四个月 借满的时候 再支付租金 就可以 因此第十三个月呢 他让成都房支付租金 这个不行 继续看 足期第二个月 房屋添好板 严重漏语 以的话通知假维修 假议合同 为约定维修条款 为人拒绝 这会考的是 房屋租赁 谁承担维修义务呢 先看双方实习 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的话 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谁要这个出租人 承担维修义务 但是假的话拒绝 也只好自己找人维修 花几维修费用 八千 维修费用的话呢 谁承担呢 是由这个出租人 承担维修费用 在维修期间 房屋的话 无法居住 以全家住酒店十天 住租费用的话 三千 因为这个租赁物 有问题 影响筹端使用的时候 那这时候 怎么去处理呢 它可以延长租期 或者是减少租金 因为维修 影响正常使用了 或者是减少租金 或者是延长租期 所以这个三千块钱 让出租房的话承担 这个没问题 然后租期第五个月 以全家出口半年 它总共租期两年 它需要出去半年 走之前呢 以经假同意 将房屋转租给饼 租期是半年 我们看一下关系 假的话是出租房 乙的话是成租房 然后经过同意 将房屋再转租给饼 然后饼在这个租住期间 因为使用不当 将家的洗剂损坏 使用不当的话 指的是呢 它没有按照 租楼物的性质 来合理使用 造成损坏 那这时候 怎么去处理呢 造成损坏的话呢 第一个问题 站在乙的角度 可以呢 解除合同 让它赔偿损失 它这个乙解除 跟饼的合同 没问题 但是假的话 提出 解除这个合同行不行 假是当事人吗 这个不是 所以乙的话 提出 让它这个解除合同 赔偿损失 可以 关键这个损失 谁承担呢 转租 转租的话 这时候 是由这个乘住人 向处都是承担 赔偿责责责责贷 已回贯之后 贾交就已赔偿 洗剂损坏的损失 已提出 洗剂机是由病损坏的 说假认它向病所赔 这个不行 是由乘住人 由乙向甲 这个赔偿损失 然后租金第十三个月 贾交就已支付 第二年的租金 以的话拒绝 nast也没说过 拒绝的话 没问题 因为第一年 我已经付过了 第一年没争议 然后第二年的话 既然没有实现约定 是每接满一年时 第二年我住满的时候 再支付赌金 同时 以邀小甲支付呢 天后把维修费用 把钱 维修费用的话呢 这是由出租人承担 说并减免维修期间 相当于酒店住租费用的赌金 三千块钱 因为这个维修 影响使用的时候 可以减少赌金 或者是延长赌金 所以这个主张法院是支持的 没问题 然后租期第十四个月 以在未告这甲的情况下 在客厅造了个秘鲁 造秘鲁的话 这属于什么呢 这个增设他物 增设他物的话 这怎么去处理呢 他没有告知 说我们没有经过 出租人统一 又增了他物了 说甲支付之后 要求你拆除 这行吗 如果增设 出租人的话 可以要求恢复远状 并赔偿损失 让他拆除 没问题 就秘鲁你觉得好 我不喜欢 然后租期第十六个月 甲在未通知乙的情况下 将房屋的话 出卖给自己的姐姐丁 并在三天后 办了房屋 抓上登记 办了过户登记手续 我们把基本的关系搞清 甲的话将房屋呢 他是出租乙 乙是成都人 这是先出租 出租之后呢 甲将房屋 要卖给丁 但是 什么关系呢 丁的话是甲的姐姐 亲姐姐 然后并办了过户登记 第一个判断呢 站在丁的角度 他取得房屋缩权了吗 给他买卖房屋 这是自登记之起 取得房屋的缩权 然后第二个判断 在卖这个房屋的时候 成都人他是否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个享有吗 如果他卖的是近亲属 这个亲姐姐的话呢 先判断 这肯定属于 这个近亲属 没问题 因此成都人 是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 但如果假将房屋 卖给他配偶的姐姐 这是近亲属吗 这个 这个不属于 所以哪些属于近亲属 咱们一直强调 亲姐姐的话 肯定兄弟姐妹 这是近亲属 所以成都房屋 是没有优先权 然后第三个判断 他如果定的话 他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他通知 在一个月内搬出 这行不行 这个不行 因为什么呢 他毕竟属于 这个 现出租 事后的话 在这个转让 这个考虑是什么呢 这是买卖不破租赁 原租赁合同 在有效期内 对受人继续有效 但是问题是呢 他这个没有通知 没通知的话 可以主张什么 你没有通知 让他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没问题 但是一通知了 通知的话 他也没有这个 优先购买的权 这点需要搞清 然后看一下了 这个题目具体要求 跟答案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就可以 由这个题本身的话呢 这是最简单 那个案例分析题 全部考的是 防务租赁合同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题 相关的考得 搞清楚了 该当然会背的 条而销会背 那么再考这个 防务租赁合同 基本就差不多了 那讲到这的话呢 咱们珠海考 是最近几年 这八个大题 我们就讲完了 关于这一讲 今天我们就 先讲到这 对方的问题 对方的问题 好 对方的问题